爆料革命发起人郭文贵先生的传讯案件由帕克法官主持 他告诉纽约南区检察官 他们有法律义务披露任何有可能对郭文贵先生有利的信心 包括他们与外国政府的联系 或其他可能与涉及本案的任何利益冲突关系 迫有压力检察官被迫在法庭上当众承认 他们与中共国合作很多 而邪恶中共在司法构陷郭文贵的过程中有着既得利益 仅此一项就完全抹杀了检方所声称拥有的任何可信度 不仅是法庭上的口头警告 帕克法官于3月16日下达了一份书面命令 明确规定了检方的披露义务 并且警告不遵守规定的严重后果 帕克法官完全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真实意图 众所周知中共及美国幕后黑手对郭文贵的迫害已是家常便饭 据报道自2017年郭文贵先生爆料中共盗国贼家族丑闻后 时论美国司法部高级国会事务专家乔治·西金波坦 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秘密会面 密谋迫使郭文贵返回中国 而另一起太平洋联盟PASS对郭文贵的司法阐述 则由中共高级间谍三维健一手策划 而主持该案的法官巴里奥斯特拉格 本人也卷入一张与中国利益相关的金融利益冲突碗 在作为法官之前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与中国有广泛业务的公司工作 郭文贵先生的遭遇令任何关心司法廉政的和法治的人都感到不安 这清楚地提醒人们 中共已经深度渗透美国司法系统 并利用其来消灭反对他的声音 检察官承认他们正积极与中共合作 起诉郭先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郭先生很早就告诉世界中共要3F美国 毁掉美国来称霸世界 而郭先生恰好挡在了路上 揭露并阻碍了中共的阴谋